是這個艾草 艾草你只會這樣 痛,腦風 腦痛風 腦痛風 或是那種... 腦風 或是那種的... 人... 腦震盪過 好天都會腦痛 她就是腦子 腦袋,腦袋 腦袋要把她切一切 有些錢把她靠兩萬 拍拍,然後馬油煎 這兩三次就好了 治頭痛 天頭痛嗎? 頭風... 頭風... 河來風 或是哪有煮棚獵的 頭風 這個很好用 還是人家的腳在爽 有些人比較大人 慢慢的可以含薑浩泡一泡 老公泡一泡一泡 愛草地一泡一泡 泡一泡 很好,同會 像這個有嗎 這個阿子紅 這個就是 這個阿子紅是女孩子的藥 女孩子的腎藥 這個阿子紅可以把軟巢 軟巢裡面的瘀血散掉 那如果是育母巢 育母巢可以把子宮裡面的瘀血散掉 軟巢跟子宮就在一起 那這兩樣的瘀血都怕痛 女孩子夜經來的時候就不會頭痛 也不會腰痠疲痛 不會這樣,很爛耶 那就是瘀 那這個是可以把軟巢的瘀血散掉 還有一個櫻母巢 櫻母巢一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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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你就吃 宣傳吃三四孤的 那個女孩子皮膚會變漂亮 因為軟巢跟子宮裡 所以瘀血化掉了 霍爾蒙就旺盛 所以皮膚最漂亮 一進來就不會難過 這很好 這好運 這就是 你這裡面有很多寶貝 很多喔 你看到的都是寶貝喔 請問一下 像我這樣 我天經 但是子宮裡面 他是有軟巢裡面有東西 那樣也是可以用這個嗎 可以吃 有水流啊 天經以後 原來裡面有水流 水流你就吃一吃會化掉 也是要放鴨蛋喔 清殼鴨蛋喔 清殼鴨蛋什麼作用 它有打扇的作用 幫忙打扇 它這個可以化瘀 它幫忙打扇 那你清殼鴨蛋是把它 用筷子把它敲 一點點淚淚就可以 全部打破 一點淚淚這樣子就可以 然後一碗米酒 下去煮 煮一煮就喝湯吃蛋 所以蛋不是 就是要把它打 有一點裂縫 進去煮 對 三個喔 一次三個 這個一樣差不多無涼 就很大鐵喔 很大鍋喔 這樣喔 差不多月經過 差不多十天 十五天 那就就可以吃 月經過 一般來講 就吃十五 一段時間 十天 十五天 再吃這個 你還是吃 吃這個 吃一吃 皮膚都變漂亮 我們沒有月經 那是什麼時候吃呢 金清金 隨時可以吃喔 隨時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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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還可以吃喔 可以啊 隨時也比較 那邊比較不會瘀 皮膚會漂亮欸 你看看 比較不會瘀 這樣子啊 對啊 我以前有很多義母草 現在都死光了 死的死 都不見了 一人早不在家啊 所以去那個 青草店買嗎 還是怎樣 這個是有機啊 你一樣的話 這邊就不會拔了啊 那你不是說 沒有義母草嗎 那只有一半的 你去義母草 你要青草店去買啊 喔這樣 你要的話 我拿刀子來勾給你一下 要不要 嗯 這個是有機的喔 喔這樣 要不要再拿刀子來勾 嗯好好好 來我去拿